好 回到平台震驚話 來看到今天在行政院 出現了一個意義非凡的畫面 就是內閣總辭 大家來拍畢業照了 而且是在520就職前的一週 現在出現了內閣的 小幅度的改組 對 但是在這之前 其實在這次防疫當中 占有重要角色的大人哥 他也宣布他下一階段的動態 我們來看到大人哥 他是說5月14號 他2點鐘的時候 他其實就PO了一個文 他就說我很高興 很榮幸擔任公僕 未來他會回到中研院繼續研究 不過他接下來下一步 這讓人很訝異 我給我問你 4年你可以有禮遇2000萬 你願意放棄嗎 當然不願意放棄 但他為什麼要放棄 他現在當副總統 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本來他是可以好好的 接受這個國家的禮遇 這個禮遇很多 因為但是他決定要去 選出單位去研究 因為有擔任公職的關係 我們看到根據這個卸任總統 跟副總統的禮遇條例 規定如果你再任公職的話 這些所有的 包括了每個月給你18萬的禮遇 這些全部都快沒有了 而且這個4年的禮遇 還不只是每個月18萬 你可以看到一個月18萬 等於一年是有300多萬 而且他事務費每一年 第一年就有400多萬 等於是第一年就損失掉了600多萬 那4年算下來是有2000多萬 然後還有包括相關的保健 醫療 然後包括卸任的副總統的禮遇 還有包括他的安全護會 會不會有4到8人 當然必要的時候必須要加派 不過他在卸任之後 他現在雖然要轉公職 但是這個所謂的安全人員 還是會派給他 就是基本的人身安全 還是要把它維護好 畢竟是我們的 曾經的備位元首 但是值得注意 不過今天他公布這個之後 很多網友真的是給他拍拍手 真的 大人跟暖男 他今天用了一個 德蕾莎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 德蕾莎修女的話 他說我是上主手中的小鉛筆 他在思索 他在撰寫 所以他希望 卸下了副總統職務之後 他要繼續去做學術的研究 而且之所以我們會把他 提出來討論 他真的是淡薄明明 因為在過去 我們中華民國 從來沒有一個副人手 史上第一次 他放進每個月18萬的禮遇金 我覺得可以說 這個陳建仁副總統 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轉身 再繼續投入到學術界 但是行政院的內閣總辭 今天的情況又是怎麼樣 很多閣院他一起拍畢業照 大家就很關注了 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到底誰留下來 誰沒留下來 大家開始又在猜了 對 就在想說 副閣奎成吉邁 會回到高雄嗎 這是一個問號 還有大家也有想問他說 這個文化部長鄭麗君 下一步是什麼 會去挑戰首都市長的大衛嗎 甚至是國發會的主委 他也很明白的說 證實了先前的傳言 他不續任了 對 隔園排排座 大俠這回臉上的口罩不見了 只剩下陳時中還戴著 不過馬上也脫下來 因為要拍畢業照 可不能被口罩破壞經驗 大俠一 陳時中神情輕鬆 面露笑容 但有人笑不出來嗎 已經被告知不留任的國發會 只為陳美玲蛇跟旁邊官員聊天 蛇若有所思 但他們的共通點都是拍完照 壞閃 不轉在高雄嗎 不轉在高雄嗎 不轉在高雄 工作 工作 要想在高雄 到底是要留中央還是備戰高雄 陳其邁官方回答 而鄭力軍被傳出可能備戰台北 他也指回團隊為主個人不談 而另外一位科技部長陳良基 回學校不留任 我覺得還是等出現在正式宣布 在說 你的規劃 你的規劃 我們尊重院長 好不好 陳良基保守到最後一刻 不向國發會主委陳美玲 早一步發聲明強調 已經被正式告知520後 不再續任國發會主委強調 能卸下重擔 要向最親愛的國發會團隊 每一位夥伴致謝 最後署名美玲姐永遠在這裡 秦政院內閣總辭 儘管變動不大 但關鍵人物去留 影響2022綠營布局 好 那麼有些人的去留 現在已經揭開序幕已經揭開答案了 但是隔魁蘇貞昌他到底是留 還是有其他的位置正在等待他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蘇貞昌今天的PO文 他說去年的1月14號 受蔡總統的邀請擔任隔魁 而今天內閣總辭也是14號 滿一年4個月第487天 真的算得很清楚 他說未來很多首長會留下來 跟團隊一起前進 但是有一些首長有生涯的規劃 可能要暫時離開 他說這個期間大家一起努力 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最後這個關鍵劇 人生的劇本已經寫好 但是不能偷看要全力以赴 這個全力以赴 是要繼續在位子上全力以赴嗎 還是有新的位子來全力以赴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內閣改組的一個 小幅度的改組 他們的比較確定的名單是這樣 第一個確認的就是 國發會主委陳美玲他確定要離職了 那他今天發給同仁一個公開信說 剛剛走出院長辦公室 他今天才發出了 然後就剛剛才走出院長辦公室 表示他今天早上才被告知 的確要離職了 然後在520之後 他不再續任這個國發會的主委 然後希望能夠卸下重擔 所以他誠摯得像我最親愛的國發 對團隊每一個夥伴來致謝 那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感恩跟敬意 那據說這個 因為之前大家就有傳聞 國發會主委可能會有移動 前幾天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這個信可能早就寫好了 所以他一步出院長辦公室 立刻就把這個信 發給了所有的員工了 媒體同流還有員工 而且今天這照片 大家拍畢業照 可是有媒體記者 好像有人看到臉臭臭的 捕捉到了這個陳前主委 美玲姐 剛剛新聞當中提到美玲姐 好像有點邪眼看往這個方向 然後是不是要從這邊走過去 對好像一切盡在不言中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科技部長 陳良基 他說還有幾天由行政院正式宣布 讓院長做最後決定 他說會正式回覆 戒掉是到5月19號 難道陳部長要回台大了嗎 對 因為他自己對外的回覆 就是說戒掉其實是到5月19號 但是還沒有正式公布他要離職 但是他就說所有的 最後的公布是應該由行政院來公布 但是今天又比較確認要離職的 就是文化部長鄭麗君 讓很多文藝界的人 其實覺得滿可惜的 因為其實包括行政院長蘇貞昌 還有蔡總統都希望他留任 但是他認為他應該要好好 這時候他應該要好好陪伴家人 所以他離職了 我們看到政績軍單 今天下午召開記者回答說 完成 他已經完成了文化部 階段性的任務 希望能夠回到家庭多多陪伴家人 決心要請辭部長一職 但是他說因為這個文化政策 很多都是比較長期性的 延續性的 很多法案都還在推動當中 他也會把這些東西都交接好 再離開 所以其實其實政部長 大家就說他的形象這麼好 那麼在文化部 其實目前做得有目共睹 今天有人問他 接下來要不要參選台北市長 對 他怎麼回答 他說他現在目前沒有這樣的規劃 沒有 還是以陪家人為主 可是現在其實民進黨很多人選 都似乎已經慢慢討論 要挑戰這個首都市長大位了 對 我們現在講到台北市長 我們現在看除了今天 已經比較確定 可能會有異動的內閣改組之外 其實現在傳聞的就是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可能會去派任來監察院長 然後前立法院長蘇嘉全 就來接這個陳菊 遺下了總統府秘書長的遺缺 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龔明星要接國發會主委 提到這個龔明星 今天這個陳美玲離開了 然後龔明星進來了 其實這個有一點巧妙 在上次內閣改組的時候 其實本來龔明星 他是國發會的副主委 本來應該是 就是內心者在阻隔的時候 本來應該是要他來接 結果沒想到半路冒出了 這一個國發會主委陳美玲 據說龔明星好像不是很高興 當時就請辭 就說我要回學術界了 後來被衛留 把他安插到經濟部 至少讓兩人先不要有互動 但沒想到現在整個事情轉變 馬搬風 風水和流轉 陳美玲走 然後龔明星進來 來接國發會的主委 而且這個龔明星 龔政委 最近在這個紓困之外 可以說表現相當好 他平平的其實就跟很多業者 面對面了解企業的需求 了解基層的需求 所以他擔任國發會這個位子 我覺得相信商界或者是基層 也有一定的期待程度 對 陳美玲為什麼會被換掉 有說法是就是說 國發會好像最近的腳步 跟不上行政團隊 所以可能就因此這樣子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調動 不要繼續跟著我們 改說繼續前進了這樣子的規劃 但是現在內閣裡面 民調最高的就是 陳時中 阿中部長 對 所以目前內閣首長的滿意程度 我們來看看 陳時中的呼聲到底有多高 看到第二行這個藍色的柱狀圖 一柱晴天94% 都滿意 對 等於是陳時中是在藍綠之間 都對他 通吃 對 大家都對他滿肯定的 可是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中華大學 講座教授杜子誠杜教授 他說陳時中在針對防疫方面 對政策解說方面 他的口語謙和 而且具備同理心 展現了高EQ 而且有的時候 這個政策很複雜 還是防疫工作很複雜 但他有一個很厲害的本領 就是有辦法化繁為解 而且尊重專業 各部署都相當的歸心 所以他完全可以擔任 行政院副院長 他要接手陳其邁的位子嗎 對 因為現在大家開始在揣測 他是不是更上一層樓 去接副院長的職務 我們剛剛那個民調 我們再仔細來看 你看陳時中94%的滿意度 甚至高過蘇貞昌 蘇貞昌62% 等於是高出了他三成多 而且他在內閣裡面 等於是所有的首張裡面 是最高的 第二名是林家榮 交通部長林家榮 也54% 等於是贏了他40% 他等於是在這次的防疫裡面 是得到大家的肯定 所以他的民調制度 衝得非常的高 然後調車尾的是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他的不滿意度高於滿意度 其實陳明通他在陸委會的位子 兩岸政策先前有包機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說 怎麼武漢的台人 他的護照被標註 這些爭議 要很好的釐清 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陳時中 現在除了他說要傳出接副院長 這樣的傳聞之外 是不是也有人說他有沒有機會 對 問鼎大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剛剛這個民調之外 看到他高達94%的支持度之外 事實上他在網路聲量也非常的高 最近他的網路聲量 暴漲高達34倍 等於是大家一直去搜尋 他的相關的新聞 陳時中 所以陳時中現在被抬出來就是說 你除了防疫做得很好之外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來接這個 行政院副院長的指揮 甚至去選總統或選台北市或新北市 萬一假設這個前提 是不是現在已經有媒體 在推估他下一步 如果他去選新北市 那跟去選台北市 這個後續的下一步 是不是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對 我看到的一個分析就是說 他現實要去選2024的總統 可能性不是很高 因為以民進黨現在的權力結構來講 很多人都等在那邊 賴清德也在等 然後鄭文燦也在等 怎麼可能讓你突然卡出 選總統 對 所以比較有可能 就是他下一步也許代表民進黨 來選新北或是台北市長 對 那選新北的話 會有比較機會選得上嗎 還是如果選不上 就直接再挑戰更大位 會是有這樣的邏輯存在嗎 對 因為有專家是這樣子講 就是說一個觀察指標 如果要不要來看這個陳時中 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權力欲望 去進軍總統府 如果他去選擇選新北市長 也許他就是有再更上層樓的權力欲望 但如果選台北市長 可能就沒有了 就順勢推舟 因為如果假設你2022年 選台北市長贏了 你做了四年之後 你必須要再連任 所以等於是你的接下來的十年 都必須要守在這個地方首長 這個位置 要把它做好做滿 然後累積這個基層的實力 如果選新北市長 因為新北市 目前有個強勁的對手 對 因為國民黨執政那麼久 然後你要去搶不是那麼容易 那如果你去選了 選輸了也許他可以更上層樓 2022年 2024年可能就可能選總統了 要讓他把東西 ň出